自卑 自卑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神灵点 神灵点 寻宁 携手同心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神与一世说声 一起落尽见长辉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摩赫沙 感恩护法善神 加持法会 愿六道众生 父母祖先 冤亲债主 受苦有情 离苦得乐 同臣佛道 好 请放长 凉不凉快 万法唯心照 生命本来就是 痛苦的 所以就算现在冷气很强 结果你腰再痛 不好 就算你现在腰都不痛 结果你心情不好 所以这个世间唯一的真理 就是变化 无常 没有办法控制 这样 所以痛苦可以让我们早一点觉悟 刚刚我看到很多人在写牌位 有没有为你自己写一章啊 一直写别人都没写自己 所以 所谓写自己不是让自己健康发财 而是要超度自己 你要把你自己给超度了 如果你超度不了自己啊 那你一直想要去改变外面的世界 你永远碰苦 这个世界也唯有你自己心里平静 接受一切了 所以才有平静的一天 只是进一步 如何让所有众生 都离苦得乐 这个叫慈悲了 但是你越想要帮助众生 那各位你一定要找到 真实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我们现在啊 先来做佛前大供养 什么 都准备好了 请各位拿一下法会读诵本 这个叫什么 来 苦中作乐 所以 事实上 苦中作乐很有意思 所有生命 包括自己都很痛苦 但是因为我们为了佛法 一些修学佛法 我们觉得很有意义 特别你帮助别人更痛苦 你帮助别人还要出钱 还要出力 但是这种快乐 超越了自己的痛苦 而且觉得自己 累积成佛的功德很快乐 请大家翻到第四页 供养诸佛 就要让所有的佛欢喜快乐 因为佛欢喜快乐啦 它就会放光啊 所以 我们对佛有信心 感恩 这是佛陀最大的快乐 那 佛菩萨就怕你不相信他 佛菩萨就怕各位 不理他 因为佛菩萨 他生命的目的 他就是要帮助我们 他所有的功德 都是为了供养给我们 所以当我们供养诸佛菩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佛陀最快乐 所以 当时我们 大家不自私 前面摆了六张 六种颜色的 桌子 念一下 Omma ni bmhun 代表了 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都希望他们 能够赶快 离苦的乐 所以 为此我们做大供养 做大供养 今天大家又写了很多 消灾拔渡的牌位 更希望 信誓者消灾 征服报 往生者 永离山途 发布离金 得生净土 所以 一直保持这样的念 跟愿望 动机 来做大供养 当然每一种供养都有殊胜的功德 希望大家每天 任何时间 都可以做 食供养 那这 从你的心去观想 哪怕你手上 只有一只香 但是呢 透过这一只香 来 跟诸佛菩萨 连接在一起 上供 跟六道众生 连接在一起 像下施 也跟自己的佛性 连接在一起 这种空性 我想一杯水 一直像 时时刻刻 保持在这个状态 就像刚刚 这些供养的菩萨 替他们鼓掌一下 他们那个时候 端着那个供养 各个走得很认真 往一掉了 会被砍头 所以呢 就代表一种正念 所以修行就是这样 不能放纵 生气 随便骂人 保持正念 万一我东西掉了 哎呀 那六道众生怎么办 对不对 佛菩萨在前面 等我要吃 所以你要保持这种 对佛菩萨的这种 信心感恩 愿成佛的菩提心 这六道的离苦 就靠我 万一我这一盘 没有好好的供养到 那他们就没办法得到 佛的超度 六道好苦 对不对 那自己也知道说 哎呀我为什么要供佛呢 我就是要断烦恼 正菩提 因为我生命很苦 我要来做供养 发愿自己 也能够像佛一样 解脱自在 利益众生 承担佛陀的功德 帮助众生 那这个叫保持正念 这个时候心庄严 外表庄严 所以这样子来上供下施 那我想各位要经常保持如此 所以我们在佛前就很容易保持 因为我们会庄重啊 到了大雄宝殿 我们就不敢乱讲话啊 走路不敢出声音啊 因为佛在那边嘛 所以这个很重要 信仰很重要 所以你心中有佛 然后你心中有因果的关系 所以你心中有观音菩萨的慈悲 然后呢 因为你有一个信仰 那为什么要信仰 那这个世间不是很美吗 这个世间不能太相信 这个世间一切的念一下 变化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就是没办法控制 没办法主宰 这个世间真的是头痛到脚痛 通通都痛 有老有老的痛苦 有老有老的痛苦 有儿有儿的痛苦 所以呢 有钱也很痛苦 所以没钱更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样样都苦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学佛 我们来学佛就是 按照没有痛苦的方法来生活 这种不会造成痛苦的方法 来修行 包括各位这样做供养 所以我们拿这个钱不要去赌博啊 不要去做坏事啊 拿这个钱来供养三宝 拿这个钱来帮助穷人 来放生 来回降给恶鬼道 那这个钱就很有意义嘛 非常有意义 所以佛法是用这个方法引导我们 就像你在黑暗里面拿一只手电筒 你就不会跌倒 对不对 也不会去撞到别人 所以我们要经常的去听闻佛法 听闻以后 我们要思维 对非常有道理 然后我们就要实践 要修行 修行不分在家出家 修行在任何时间都要修行 讲话 做事 开车 你开车不要随便超车 按喇叭 你讲话不要怕骗人骂人 你的行为不要伤害生命 那你要保持这种佛的 所告诉我们的思想行为 因为唯有透过对佛法的实践 我们才可以就近离苦 甚至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离苦 进一步我们可以帮助众生离苦 我想就像做妈妈的 看到儿子天天打电动玩具 哎呀你就很烦了 对不对 那按照你的想法 你就会骂他 没落空 整天晚上睡 但是你小孩子根本不会理你 而且报纸上各位看到很多 妈妈把他电动玩具 爸爸抢过来 小孩子干嘛 自杀 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 当他迷上电动玩具 当他迷上爱情的时候 你阻止他们去谈恋爱 两个手牵手去吊自杀 因为他们也没办法控制自己 所以各位在这个时候 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 去管你的儿女 去管那个事情 那怎么办 按照佛的想法 佛的想法没有叫我们去骂他 没有叫我们去谴责他 佛的想法叫我们自己赶快忏悔 因为我有这个业障 才有这个儿子 才有这种姻缘 赶快忏悔 忏悔以后 我们念佛 在佛前多点灯 希望儿子开智慧 然后呢 多印经 希望儿子好好读书 所以我要替他供养 希望儿子呢 会赚钱 有福报 那佛法就告诉我们这些了 然后呢 那你要怎么对待对方呢 什么时候可以讲话 不是随便开口就讲话 开口讲话 伤了对方 不小心他真的去跳楼了 去自杀了 甚至跟你吵架 如果你让你儿子骂你 那这个儿子要下地狱 是你造成他骂你的 你的方法有问题 所以各位呢 我们学佛有几个很重要的 念下来 对三宝 有绝对的信心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们叫归一 叫归命 我把我的生命 圆满的 按照佛法身三宝的教诫 来做事情 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要看佛经 清尽善知识 这个事情怎么办 那个事情怎么办 所以做个出家人 也很有意义 做个出家人 是生命的医生 所以心灵的导师 可以让我们现在离苦 究竟解脱 将来成佛 所以赶高未来 看到我们现场 这么多出家人 大家鼓掌一下 感谢法师来加持 鼓掌可能不够 有没有红包 好了 我想因为正在上供 然后我们今天有六位 这是我们舍拉切的六位格系 还有中小学 刚刚早上他们吃杯 所以早上大家 我们战言法师主法 大家诵地上经 烟共药共都做了 然后呢 他为我们修什么来 大威德超度 所以替我们超度 很多上师也为我们念诵 祭诵 来 我们念一下成中记好不好 不用唱的 念一遍 那至少 你听到终生 就知道这个意思 那目的呢 不管是听到终生 听到牧鱼声 听到世间的声音 他就在告诉你真理 各位要养成这个习惯 而不要有分别 透过声音来修行 骂我我就生气 称赞我我就快乐 那你又离开修行 那这个声音的本体是空性 这样子 然后这个声音 能够利益众生的 那我们就 能够去多念多唱 所以 当然你要像战江法师 怎么会唱 除非你要不骂人 不两舌 不起义 不妄语 还要多念经 不然你还唱不出来 所以一个人要会唱佛曲 那要 要有修行的 念经要好听 那更要修行的 念佛能够超度众生 那更要修行的 所以男人有男人的声音 一个谈恋爱的女人 怎么唱念佛都在讲我爱你 这样 因为他这个声音里面就一个爱爱爱 我要谈恋爱 所以声音是从你的心发出来的 所以你的心态如果没有修啊 你的声音就是表现那种平常爱骂人 爱生气的东西在里面 这真是如此 这就是佛教的基本啊 所以你的声音是一种夜报 那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它有个音 你这个音还没有断 就像以前我们刚出家 然后很多法师在唱 我师父就把它唱完了下来 下来下来 师父哪里啊 你唱得蛮好听的 你好像在唱情歌 后来他就还说 他一定还说 因为我师父给他点了 你好像在唱情歌你知道吗 因为你这个 你声音里面还有恋爱 还想要谈恋爱 你要小心哦 我师父都会跟他说 所以各位我想 骗不了人的 那重点是 所以我们要唱这个 陈宗记 唱慕宗记 它是一种悲心 希望地狱打开 希望这些战争停止 希望对立停止 所以我想各位每一个动作 你一定要有一个动机 要很正确 很正确 如果你这个动机里面有 有爱染心 有名利心 有有所求心 那这就是佛教教育了 那就没功德了 没功德了 虽然你没有读很多经 但是你了解世间是苦啊 念佛是乐啊 我念佛希望大家离苦得乐啊 往生净土啊 那你念阿弥陀佛就很有力量 因为你的动机正确 就算你 你佛教读到博士了 但是你根本不想往生净土 你也没有悲心 只知道说因为你是博士 或是你是法师 所以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念出来呢 就没有加持力了 所以感动不了这些孤魂野鬼啊 超度不了那些地狱众生啊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辈子要努力的 所以各位当然不可能一开始我们就念得很好 但是每次念心经就很认真的进入空性 每次念观音菩萨的普门品大悲咒 就一直在念习大悲心 每次在拜佛 就在消除我慢 感恩诸佛 承担众生苦 那你要一直念习 你一直念习 每次念阿弥陀佛 就是我要慈悲六道众生 愿众生都能够脱离轮回 发菩提心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 如果你少了这个动机 那你念再久对你也没用 所以每念一次阿弥陀佛就是 我要脱离世间痛苦 我要往生净土成佛广度众生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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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就念习出来了 所以当然我们念这个陈宗记 那这个动机在哪里呢 动机在里面 你就按照这个忌文里面所说的去做 特别前面有任言经里面的 那这种祭送 告诉我们 当愿众生断除迷惑烦恼魔 当愿众生都能够广度众生等等 所以我们念了 大家来念一遍十六页 a 来 闻终生 烦恼轻 智慧掌 菩提 Bohら針 离地狱 出火坑 愿传佛 渡壮神,奥切拉爹沙婆河 奥切拉爹沙婆河 奥切拉爹沙婆河 奥莫大方共佛花園寺 奥莫花園還會佛婆沙 妙佔總辭不動尊 手楞炎王勢兮游 削我一劫顛倒響 不利生其禍法身 願今得果成寶王 還渡如是橫沙眾 將此身心奉塵沙 是則名為報佛恩 扶請世尊為正名 五濁惡世世先入 如依眾生未成佛 終不於此取霓環 大雄大利大慈悲 西更省除唯細禍 令我早登無聖絕 於十方界做道場 順若多幸可消亡 朔將羅心無動轉 好 希望大家今天念完把這一本帶回家 好不好 早上起來念陳中記 發起菩提心 晚上念慕中記 升起大悲心 就像我們要睡覺了 希望所有的痛苦都停止 那早上呢 就希望我們大家 都以這種沒有煩惱的願力 這種慈悲智慧去利益眾生 所以我們修行就是要 時時刻刻 保持這樣的正念 正行 當然所有正念來自於正見 所以各位還是要去了解佛法基本的意義 所以佛法基本的意義 我們在背策來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即淨 五蕴皆空 特別各位你在讀心經 照見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惡 因為凡事存在的 都是變化無常的 凡事存在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 也可以說 剛剛講了五蕴皆空 我們的物質的身體 我們的感受 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意識 裡面都沒有一個我 簡單說 跟我沒有關係 這個身體不是我的 這個感情不是我的 這個想法不是我的 那偏偏我們現在都覺得說 身體是我的 愛情是我的 想法是我的 我的想法 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那你就會 永遠很痛苦 因為這個世界一切都是無常無我 變化 可以說 念一下 他現在 與我無關 他現在有一個有關 有緣 他是我爸爸 他是我兒女 你會有一個執著 所以佛陀要我們無緣 無緣就無身 但是只有悲心 那我們要這樣去了解 佛陀所講的真相 再來呢 佛陀對生命講的真相是什麼 念一下 苦極滅盜 意思是說 生命是苦的 就像各位剛剛在共生 你不能光追求發財啊 當然一定會發財 一定會有福報 我們為什麼要供養生茄 因為生茄是為了了脫生死而出家 我們也希望我們自己 還是所有我愛的眾生 都能夠了脫生老病死 那出家人表這個法 所以我們供養的時候 要生起一個 為脫離輪迴 為解脫生死的出離心 不但你要出離生死 也願所有眾生都出離生死 所以為這個來做供養 所以生命是苦的 再悲一下 生老病死苦 解決沒有 還沒有解決 不要去忙那個不該忙的 現在人忙著賺錢 忙著讀書 很多菩薩來問我說 師父我 我兒子美國簽證還沒拿到 你幫我唸一下 房子還沒賣出去 工廠還沒賣出去 幫我唸一下 當然這世間人都在求這個 當然我們法師出家人要慈悲 回鄉給他 希望他能夠 房子賣出去以後 趕快懂佛法 這樣 像兒子要到美國也可以 在美國碰到和尚出家 希望他在美國簽證成功 也就是說 不能光滿足世間法 你要是來追求這個世間的快樂 死亡呢 會老會病 會死的這個問題解決了嗎 如果沒有解決 那光追求那個次要的意義不到 所以各位要經常去思維 釋迦摩利佛 之所以 他並沒有這樣 我們像法師要講這麼多佛法 他都是針對 當時候的阿羅漢 針對他的問題 告訴他 色受想行事 都是空的 無常無我的 好好想一想 想完了以後 他就解脫了 了解佛法的真實意 所以 那各位要了解 生命是苦的 只要你有心態就痛苦 愛的 恨的 喜歡的 不喜歡的 念一下 愛別離苦 求不得苦 怨真會苦 無運賜勝苦 你愛多多深 最後一定離開你 一定離開你 你想要得了得不到 所以你不喜歡的都在你身邊 乃至呢 我們的色受想行事 五運會之苦 所以 身心不斷的在變化的痛苦 所以 你要了解 生命是苦的 但是生命所有的痛苦 都不是別人給我們的 為什麼 來 因為自己沒智慧 對啦 就是因為你不了解 無場無我 你認為 生下來 就是要快樂 就會健康 就永遠愛他 永遠不會離開 不可能的事情 這個世界 連我都沒有 根本沒有我的東西 所以這個水放在這邊 這個花放在這邊 暫時它叫花 暫時它叫一杯水 它一直在蒸發 一直蒸發 蒸發到水沒有了 所以一切存在 都是不斷的在變化 但是你卻想要去抓住它 所以各位就是 早上讀地上經 他要我們 念一下 相信六道輪迴 相信夜報因果 他為什麼會下地獄 他為什麼會升天 他為什麼會做鬼 他為什麼會 恨死 夜報差別 並給我們講得很清楚 那這些各位要 要了解 所以要相信夜報 它是因為我們的行為 所引起來的 要相信 要解脫 那你就要消除貪稱吃 要消除我質 更要相信 你自己跟所有眾生 都有佛性 他這個人在痛苦 他的佛性依然在 只要他能夠放下 放下這個痛苦 放下這個執著 痛苦是誰給我們的 這是因果 他為什麼不痛苦 我為什麼痛苦 這是我的因果 他是他的因果 為什麼這個人比較有錢 我比較窮 這是他的善業果報 那是我的惡業果報 所以我們在不一樣的 每一個地方都做的不一樣 你上輩子喜歡殺生 但是卻喜歡布施 所以你這次身體不好 但是有錢 你上輩子不喜歡放生 也喜歡布施不偷盜 但這輩子感情不快樂 為什麼 我最近碰到一個女孩子 她想要自殺 她長得也不錯 但是她想要自殺 交了五個男朋友 都幫她睡完覺 然後就把她甩掉了 所以跟她睡完覺 錢給她拿走 我就甩掉她 然後她就覺得 生命為什麼要這麼苦 所以爸爸媽媽又疼她 又就希望 你趕快交男朋友 你趕快結婚 爸爸媽媽才放心走 爸爸媽媽也不懂佛法 還硬推她去 趕快去交男朋友 交一個被拋棄一個 所以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 原因她長得很漂亮 因為她是輕柔女子 過去是 我昨天要講 你玩了多少個女人 玩了多少個男人 要她錢陪她睡覺 你破壞她多少家庭 那你這輩子 那你一定要享受這個因果 跑不掉的 所以在這一次 別人對待我們的 是因果 百分之一百 她現在對你那麼好 因為你過去對她好 幫著她 為什麼現在傷害你 因為你過去傷害她 沒有別的理由 你要接受 這個兒子為什麼那麼孝順 這個另外一個兒子 為什麼這麼忤逆 所以有些人不能接受因果 她就呼天喚地 不甘願 甚至咳嗽了 神經 她不能接受這個因果 最近有個男生長得白白的 很漂亮 皮膚白白的 最近開始皮膚癢 皮膚炎爛 他很痛苦 為什麼 什麼 血淫的果報 血淫就是天天在享受 皮膚的快樂 摸啊 被摸啊 那現在她漂亮的皮膚變很醜了 她不敢出門了 每天吃藥也沒用了 她問我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血淫的果報 那怎麼辦 懺悔 懺悔 再來呢 去供養出家人 出家人一輩子斷難你淫欲啊 然後你去拿毛巾肥皂啊 供養出家人衣服啊 讓出家人能夠很方便的 一輩子斷難你欲望的修行啊 你自己好好懺悔 但是我告訴這個男生 在你病還沒有好之前 千萬不要再交女朋友了 所以就像我跟前面那個女生說 你現在不要再想 你現在男朋友不想離開他了 你所有過去邪淫的業障 全部都懺悔完了 守四十九天八關再戒 完全懺悔完了 你再來談嘛 結果她還問我說 那我懺悔完了以後 這個男朋友會不會跟我在一起 不死心就對了 因為她現在這個男朋友 也是過去是她邪淫的對象 不會好的 除非你業障全部懺處了 心態變 你才會有新的不一樣的 結善員的來 了解嗎 你現在這個業還沒有消除之前 你長得再漂亮都沒有 來的都是來玩你的 玩弄你的 就像你過去玩弄它一樣 所以各位這個苦的因要了解 那就是因為我們無明 不了解因果 而對變化無常 貪然 這些貪愛情啊 貪名望啊 貪地位啊 最近還有一個句子說 師父我每天找人家供養你 找人家供養你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以後我要發大財 哇你這個動機有問題 你是為你發大財找人來供養我 別人就變成你利用的工具了 對不對 他說我要成功 成佛成功沒有用 我成功以後 等我將來更有錢 我可以辦最大的法會 那你這個 大法會是在你心中的菩提心啊 如果你心中有菩提心走到哪裡 都是大法會 而不是這個世間的大法會 我這樣講的是 很多人修行 他沒有正見 他認為有一個我 我要成功 雖然是他不是做壞事 我每天去找人找錢不失 但是你是為了自己的 將來的名望貪 那佛教當作做生意了 所以正見 寫下來 正見無我 正見萬法皆空 這一點你要先弄清楚 你要追求快樂幸福的人生 那就是不執著愛情 所以幸福 不執著金錢 所以幸福 不執著不是沒有耶 有那是你的福報 也不執著 沒有那是我的業障 也不執著 好好懺悔放下 不執著不是不要 但是如果你說我硬要有錢 我硬要愛情快樂 所以像我每天在外面跑來跑去 很多人問我很多苦的問題 我都認為那是一個祝願 更讓我相信英國 更讓我相信 所以前一陣子 還碰到一個女人 哇 她家很有錢 股票上市 股票上市 爸爸媽媽天天在大供養 然後呢 我看她長得很漂亮 那後來她找人家問我 為什麼我爸爸媽媽沒有對我很好 為什麼我老公沒有對我很好 她也要抱怨 所以呢 為什麼 因為她身上有情在在主 欠人感情 雖然你很會布施 家裡很有錢 長得也不錯 但是你就是因為欠人感情 因為你對感情的態度 你覺得爸爸媽媽對你不好 那這就不孝順了 你家已經這麼有錢了 爸爸媽媽已經對你很好了 對不對 老公娶到你這麼有錢的女孩子 已經對你已經百般忍辱了 但是她還要再追求那種最快樂的 所以那因為你過去找的也來了 那你這種對感情的錯誤的觀念 會讓你痛苦 所以我跟她說 唯有無私的愛 奉獻的愛 孝順的愛 那才是快樂 世間的你求那種浪漫 別人尊重你 你永遠會痛苦 所以我想 痛苦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我們的無名 不了解真相 愛然執著 所以會痛苦 所以你要把這個無名愛然消除掉 你才會解脫 進一步呢 還要幫助所有眾生 你既然知道這個道理啦 所以我每次 很多居士跟我講話 或是順便幫我開車 我都問她結婚了嗎 還沒有 喔 你千萬不要結婚 我會慢慢跟她說 為什麼 講我的故事 為什麼 然後一問 已經結婚了 喔 你要好好疼你老婆 不能搞外遇啊 你要是搞外遇啊 你會兵敗如山倒 你會跑路的 你人主財 有沒有生兒子 有 好 那你終於知道 爸爸媽媽偉大了 你要給愛兒子的方法 來感恩父母 你要以愛兒女的方法來 愛所有眾生啊 對不對 既然你愛你的兒子 你怎麼可以去殺神吃肉呢 動物也有兒女啊 動物也是父母生下來的啊 所以要 要藉著對方 所以我像 我跟各位講這個道理 你千萬 你要有政見啊 那一天有個媽媽說 師父 你看我那個女兒 大概嫁不出去了 我說那不是你福報嗎 你學佛那麼久了 還把你女兒 推往苦坑裡面去啊 你要叫女兒好好的陪你念佛 然後呢 將來就出家上啊 對不對 千萬不要嫁人啊 別說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政見 你每天來拜佛 拜佛 就希望我女兒找到好老公 然後生個孫子全家在那邊放鞭炮 你不知道那個是冤親債主來了啊 輪流那邊抱得很快樂啊 這個就是佛法沒有入心啊 佛法沒有進到心裡面來 請問佛陀的兒子叫什麼 羅霍羅叫什麼意思 障礙啊 還生個孫子來障礙幹嘛 啊 生個兒子來障礙幹嘛 學佛了輪迴是痛苦 你怎麼會讓他輪迴呢 對不對 因為 除非你 你能夠把他教成 所以我每次看人家抱小孩 趕快啊 讓他出家啊 趕快培養啊 不然呢 生一個害一個 所以你要讓他快樂 生命的存在並不是快樂 生命本身就很痛苦 生老病死 乃至天氣啊 氣候啊 政治啊 金錢啊 就算你很快樂 一下兒子生病 一下爸爸生病 生病就每天在這邊超超煩煩一輩子 因為這個世界變化無常 那這個觀念你要知道 所以 當然啦 如果你女兒要結婚啊 你要跟她說 結婚 那是因為你的慾望 再加上你的夜報 你會嫁給誰都好像註定好了 你要生什麼兒女都好像註定好了 除非你有修行 你真心的有從內心裡面在修行 不然呢 結婚你會 結到一個不好的對象 生兒子會生到一個讓你痛苦的 但是如果你懷著一個真正修行的心態 可能會改變 夜報會改變 這個兒子來帶你修行的 這個兒子來報恩的 所以他來超度你的 而不是讓你找煩惱的 等等 好 所以 我把苦極滅到講完 生命是苦的 萬法變化無常 苦的原因是無名礙染 所以要把無名礙染 所造的惡業消除掉 那各位要好好的修道 修道 念一下 勤修戒定慧 消滅貪嗔痴 這個貪嗔痴就是煩惱 煩惱就會造業就會受苦 貪嗔痴就來自於無名我質 所以一方面你要以去除無名我質來正的空性 雖然我們都知道空空空 我們很會念心經 明明就很 哇 就像中午他們拿一塊蛋糕給我吃 我考慮了四十分鐘還是沒吃下去 為什麼 很牛奶做的 我真的流口水啊 我最喜歡吃這個東西 那我現在學佛了 我現在聽說這個牛奶 母奶 母牛很痛苦 小牛要被殺 對不對 所以這個奶酪看起來很好吃 起司 他說師父 起司蛋糕喔 流口水 心裡不能吃 就像各位現在要掙扎 雞蛋很好吃喔 很香喔 母雞很痛苦 你要怎麼去思維啊 所以 那這個叫修行 修行不是我知道變化無常 然後一碰到你就不行 修行是 你碰到境界 這樣 有沒有符合平等的空性 如果說你在修慈悲心 卻很喜歡吃肉 騙人呢 你慈悲心的人怎麼會吃肉 是吧 就想都知道 動物被殺都痛苦 如果殺動物人要下地獄 如果你不起吃肉 那這些人就不會去殺生抓魚 就不會殺他 就不會買賣他 他們都要墮落上二道了 為了你要吃肉 那你說吃肉慈悲嗎 所以如果你還想吃 那代表你沒有正念 你只是欲望充分了你的正見 是如此 所以我想我們有信仰 那你要按照佛所講的 就像各位有爸爸媽媽 做事的就要想到孝順父母 各位已經結婚了 雖然你長得很漂亮 你長得很英俊有錢 但是你太太為你懷孕 生小孩肚子大大受那麼苦 然後呢 現在又變胖了又變醜了 然後你開始在外面找女人 你這樣對得起你太太嘛 就是這樣 那你對不起你太太 那你就造惡業 那當然你會虧本啦 你會車子撞到啦 你會被搗錢啦 那是沒辦法的 破戒的惡業嘛 所以我想各位要 我們修行知道了 所以我們要持戒 持戒就是說 就是因為我做不到 所以我要用戒來控制我 這個外在的行為先控制我 然後呢 修定內心我也要控制 就像我剛剛看到乳酪 哎呀放棄 我只是在定的範圍 我還沒有會啊 會就是放下啦 完全自在啦 就像現在你吃素一樣 肉很好吃 一點欲望都沒有對不對 一點欲望 魚很香 一點欲望都沒有 我發現馬來西亞人很喜歡吃辣 最好不要吃 因為辣也是個慾望耶 又油又辣又炸 喔 要嚼死 那這個本來就是個慾望 這個就是貪質啊 這個貪質 表現在你的吃的上面 或是對金錢或對愛情 或對外表 那這個貪就會讓你輪迴啊 所以佛陀的時代出家人吃飯都是 放在玻璃裡面攪一攪 然後觀想變成什麼 你一下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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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藥是苦的 這是個藥 不然我沒有辦法修行啊 我是為了 為了要修行再吃 好 而不是一種欲望 那如果你平常生活不注意這個 那你就會高血壓 糖尿病 因為貪啊 貪 你就會山高 你就會過得不快樂 あふ 好 你 往昔说早出荷叶 皆有故事贪存痴 从身与依旨说声 一起落尽肩掌灰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们在阿冬议员中小台现场 主位COVID-19以防杀过后 周达逢感染 讲带充真通信盟的风险 亦在全世界当多国家都在上忙提升 COVID-19以防杀给阻伤的 另外 有条国家出现阻伤的 有天天的这个提升 确证通信盟言书 三毛天初天天公大 第二篇 我提供提升台阁 前半中的影响主委以防杀 防疫处时去海派 防疫处时同主以防杀 中央都当中央 防疫没有提侯 无论说主杀 也会忙主杀 对待大后作业的 整个社数 比较防疫 而对待组合防疫 基本功 报复这家 和报复其他人 中央数个空间家 舍生取义的小蚂蚁 蚂蚁可以说是 自然界中 一种非常渺小的昆虫 它们似乎不堪一击 即便是一场雨或火 无意间的落脚 都能夺走它们的生命 然而 这种看似极其弱势的动物 却能在世界各地 得以生存繁衍下去 这全得利于蚂蚁的团结 和群体力量 这些蚂蚁可真厉害呀 竟然能抬得动 这么大一块饼干 厉害什么 它们那么小 厉不厉害 可跟大小没有关系哦 其实蚂蚁拥有许多 值得我们学习的品德 妈妈 你说我们要学习 蚂蚁的品德 它们有什么品德 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呢 爱心 同情心 团队合作与忠诚 这就是蚂蚁精神 它们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会抛弃同伴 即使是危难当头 也肯为朋友来牺牲 阿姨 真的吗 这些小蚂蚁 真的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吗 是的 有一种蚂蚁的品种 叫做爆炸银 这种蚂蚁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 随时做好了 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 好久没有食物自投罗网了 我看今天我们不如就来一顿蚂蚁大餐吧 你饿糊涂了吗 你怎么能去攻击它们啊 要知道它们可是爆炸银 它们会牺牲自己 然后和你同归于尽的 你见过它们爆炸吗 没有 但是我听过很多 关于这些蚂蚁可怕的故事 其中就有我的一个朋友 它就是在袭击这些蚂蚁的时候 遭遇到了不幸 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吗 不是 我是听别人说的 你看 都是听别人说的 我可不相信蚂蚁还会爆炸 它们个头那么小 根本没什么可怕的 我走了 你干嘛 不会真的要去袭击那些蚂蚁吧 当然了 今天我一定要吃一顿蚂蚁大餐 不好 有蜘蛛要来袭击我们了 大家赶快做好战斗准备 你看吧 这些蚂蚁根本不堪一击 好了 到了我品尝蚂蚁大餐的时间了 当爆炸蚂蚁遇到蜘蛛等天敌时 它们首先会进行一场战斗 不过 一旦察觉到战事不利 它们就会使劲收缩腹部肌肉 使自己的体壁与线体崩裂 瞬间爆炸 这些蚂蚁真的能爆炸呀 不过这点威力根本伤害不了我们 可就在这时候 一只只蚂蚁朝蜘蛛飞快地爬了过去 接着 它们纷纷在蜘蛛的身边爆炸 大量的粘液将蜘蛛紧紧地包裹起来 可恶 我竟然不能动弹了 哎呀 好痛啊 不好 这些粘液在腐蚀我的身体 救命啊 救命啊 哎 爆炸以自爆 一是可以对敌人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二是可以用粘液缠绕住敌人 使其动弹不得 更重要的是 爆炸后喷出的粘液中 含有容易挥发的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 弥散到空气中 可以被巢穴中的同伴所觉察 使它们提前做好防范危险的准备 真没有想到 小小的蚂蚁竟然有这样的本领 可是那只爆炸的蚂蚁 却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是的 正是因为蚂蚁这种为了保护家族 而自我牺牲的精神 让这种看上去渺小的生命 却可以在我们地球上生存至今 妈妈 蚂蚁还有什么样的本领啊 我还想了解的更多一些 关于蚂蚁的事情 我知道的也并不多 我可不是什么蚂蚁专家 妈妈 我长大以后要研究蚂蚁 成为一位蚂蚁专家 我想知道更多它们的故事 嗯 我的孩子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蚂蚁专家的 从那时候起 我就立志要研究蚂蚁 研究它们的生活方式 研究它们的精神世界 是这样啊 难怪你会如此吃迷蚂蚁 原来是小时候就建立的梦想 没错 当你越了解它们 你就越会发现 这些小家伙真是了不起 的确是这样 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这些不起眼的小家伙 毫无兴趣 你知道 它们实在是小得太不起眼了 哎呀 真糟糕 你看 这么一点水 便给蚂蚁带来了灭顶之灾 它们实在是不堪一击 这碟水对它们 不会造成太大伤害的 因为这些水 会很快便会渗入泥土中 到时候它们就安全了 你看这两个家伙 竟然爬到树叶上了 这样一来 就算是水洼里的水不渗下去 它们也不会有事的 嗯 是的 果然没过多久 水便甚没有了 但是有两只不幸的小蚂蚁 却被狮泥埋住了半截身子 你看 这两个小家伙被困住了 让我们来帮帮它们吧 你这样做可不行 这样很容易伤害到它们的 我们得找细一点的东西 将它们救出来 哎呀 你快看 蚂蚁的同伴在帮助它们脱险呢 这些小家伙真是好有互助精神啊 这就是你说的蚂蚁精神吧 对 这就是蚂蚁精神 爱心 同情心 团队合作与忠诚 它们无论何时何地 都不会抛弃同伴 即使是为难当头 也肯为朋友而牺牲 两只蚂蚁在同伴的奋力救助下 从泥土中 争出了身子 它们小心翼翼地 向四周试探了一下 却并没有迅速逃离 而是突然朝一个地方 继续咸咬着泥土 怎么回事 同伴都救出来了 它们怎么还不走 它们好像发现这下面 还埋着什么东西吧 是蚂蚁 原来这下面 还有一只落难的蚂蚁 哎呀 真是有情有义的蚂蚁啊 是啊 我们今天就跟着它们 仔细观察一下 它们的生活吧 嗯 好的 哎呀 什么味道 好像是什么烧焦了 好浓烈的焦味 哪里起火了 前面起火了 哎呀 那些蚂蚁被围困住了 它们都会被烧死的 快 我们赶紧去救火 可是我们没有水 更没有灭火装备 这下该怎么办呢 火势越来越大 火圈里的蚂蚁 已经有一些被火烧死 其他的则一起 聚集在了火圈中央 用不了多久 大火也会将它们 全部烧死 我们帮不了它们了 我们现在能做的 只有赶快联系森林消防员 将这里的火扑灭 哎 蚂蚁毕竟太渺小了 一点点灾难 就会让它们全军覆没的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团黑色的小球 从浓烟滚滚的着火处 滚了出来 紧接着 又一团同样大小的黑色小球 滚了出来 之后是第三个 第四个 天啊 那是什么东西 是蚂蚁 那是一团包成球的蚂蚁 它们竟然用这种方式 从火海里逃生 是啊 如果它们一支支的穿越火海 那只有死路一条 而豹成球逃生 则是它们最好的逃生方式 它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当森林消防员赶来时 那些蚂蚁 已经从火海里逃离了出来 这些幸存的蚂蚁 是依靠外层同伴 舍命保护而活下来的 对于它们来说 并不知道这场火有多大 需要牺牲多少同伴 才能逃离火场 因此 每一只蚂蚁都做好了牺牲自己 保护同伴的准备 是啊 它们真是太伟大了 在危难当头 它们团结一致 不分你我 为了整个种群舍生忘死 真是非常难能可贵啊 慈悲的海路上 先到这些沉舍 等等